今天的音樂會 我們今天為大家準備了305年代 還有40年代的這些台灣的老歌謠 台灣的老歌謠到現在也八九十歲了 所以剛剛總經理說了 我們要怎麼把它創新 注入新的元素 新的詮釋方法來貼近我們的生活 首先我想要問大家 你知道這裡為什麼叫大花廳嗎 這個戲台上的早景呢 有一朵非常漂亮的牡丹花 等一下中場休息的時候呢 歡迎大家太佛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第一首 就是要為大家介紹這一首 北莫丹這一個戲台的漂亮的牡丹花 這個北莫丹呢是1936年的作品 其實它本來很輕快 講的是少女這個情懷 這個自己在想一些想法的一個少女 但是呢我們今天把它改變 因為我們今天在這個優美的場 遇到來聽這首作品 我們要先給大家第一首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這首作品 一首歌 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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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